如果暑假期間要出遊登山的話 一定要特別小心 在昨天有一群20人的登山團 他們前往了台東近水營古道 卻遭到了虎铜鋒群的圍攻 包括領隊有3人是遭到了遮傷 其中有2名團員是自行脫困 但是這名領隊 他的全身被虎铜鋒遮了超過100針 傷勢非常的嚴重 雖然緊急送醫搶救 但最後還是宣告不治 其實每年的7月和8月 是虎铜鋒的繁殖期 到了9月 虎铜鋒就會準備分潮 也因此在中秋節的前後這一段期間 虎铜鋒為了要繁衍保護下一代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的攻擊力是最強的 民眾登山的時候 如果遇到了虎鋒 一定要保持鎮定 避免揮打驅趕以及奔跑 也不要穿著這深色的醫護 就是避免吸引虎铜鋒 但是專家也提醒 萬一真的不小心被遮傷的話 第一個就是要儘快挑掉封刺 以及冰敷止痛 當這些自救措施都處理完之後 最好還是要送到醫院急診 有醫師來評估病患 消防隊員加快動作 把被虎鋒嚴重遮傷的 鴻杏領隊 抬上救護車緊急送醫 一路搶救 仍然是傷重不治 他風遮的情況比較嚴重 所以說他就沒辦法移動 然後我們的人就是徒步去接近 然後並給予三支博士命 團員們回想遇到虎鋒風的當時 鴻杏領隊在第一時間 為了保護大家 才會被風遮超過100個傷口 他就是一到一個轉彎處 就跟我們講說有蜜蜂 然後會攻擊 他直接說會攻擊 他就叫他趕快叫我們往上跑 不要過去 他就一個人就在那邊 就這樣子待在那裡 所以他後面的被盯得非常的嚴重 醫師表示 虎鋒風的毒性會引起過敏反應 如果沒有及時處理 就有可能導致多重器官衰竭 一旦被叮咬就要趕快就醫 虎鋒風進入繁殖期 會擴大警戒範圍 而且會變得更凶猛 在野外如果發現虎鋒風或者蜂巢 一定要盡速離開 大海新聞綜合報導 期待會兒 中文綜合 腐爌 中文綜合 中文綜合